什么东西呢 他把这个变数的名称 直接就放到这个大瓜糊里面 因为假设我刚刚输入的是90分 90对不对 然后过来因为转型 他就变成90的整数 所以往下跑应该会跑到哪里 跑到这个 所以这个Gran这个地方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是得到A 所以这个A的话 你想说老师为什么他可以这样 成绩等级然后空一格 大瓜糊里面的话就把A直接放进去 大瓜糊不见了 OK里面的话就直接把这个地方给输出 另外的话一个小写的F 特别是这个地方的话是蛮常见的规则 这种F的话指的其实就是format format的话就格式化 也就是说 他利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把文字跟变数 全部都放在一起 你就不用 如果假设以前如果正常的写法 你假设不是写这样的话 我写一个是以前的写法 如果不用format的话 理论上应该怎么写 如果是写成正常的 我这边前面加个紧字号就注紧 我另外写一个 如果不是写成format的话应该怎样 串接一个gram OK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一般写法 就是不是格式化写法 执行一下 理论他应该都一样 执行一下 这边的话就是90 Enter 有没有 成绩的一模一样 如果是这个地方好像这样写 似乎比较简单 对是没错 所以跟各位讲 这个格式化的写法 如果你本来输出的只有一个 或顶多两个 那我跟各位讲 你没有必要用format的方式 但是如果将来你会有很多个变数 然后要串在一个叙述里面的话 哇 那你用这个format的写法会比较简单 后面会提到 就是像待会的话 我们有一个范例叫BMI的话 其实就蛮适合的 为什么 它输出的叙述很多 会有很多不同的变数 那你为了要把它跟文字串在一起 那你还要考虑到一点 就是你要串的东西是文字 如果不是文字的话呢 那你变成你要转型 因为只有文字跟文字才可以串在一起 文字跟数字 抱歉不行 如果你没转型的话 那会失败 比如说什么呢 假设这个地方再加一个 比如说成绩等级之前面可能加一个叙述吧 可能把什么呢 分数放在前面 比如说我假设还要再加一个叙述 分数比如说我输入是90分嘛 我想要在前面是加一个什么 分数冒号 它的成绩 然后空一格 成绩等级 有没有 那这个叙述就很长了 所以我就在前面加一个 加什么就是成绩冒号 比如说成绩等级前面就是成绩冒号 那记得哦 一定要放在双迷号里面 如果串接在一起的话 一定要再加一个加号 成绩 有没有 冒号后面的话呢 必须要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scode scode这个地方 把这个scode的叙述拿下来 把它串在这里 有没有 然后 空格的话就放这里 空在成绩等级前面 把两个串在一起 连在一起 所以成绩 把输入成绩90分 放在这里 有没有 OK 然后呢 再把它跟后面的成绩等级一起输出 那理论上你说 这样应该没有没有什么问题嘛 不过你一run之后你会发现 问题马上出来 什么问题呢 这个要90分 马上出现一个抽讯息了 什么抽讯息呢 type air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假设 你看到这个type air 有没有 你就要马上 上面其实会跟你讲第几行 line16 line16 你讲说line16在哪 第16行就这里 有没有 这一行 这里错了耶 那这里哪里错了呢 其实 主要他会跟你讲说 a can only calculate calculate 就是串接 string to string 这个白话意思 只有文字跟文字 白话意思是文字跟文字才能串 所以 所以 16行哪里 文字跟文字不能串 应该可以猜得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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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输入的这个scope是什么 对 因为我们经过evo嘛 他输入90本来是文字 对不对 经过他之后呢 就变成90 的数字 那90数字它是 它是数字耶 所以怎么办 记得很简单 在 所以要怎么样 所以其实 它应该就是把90 把它变成90的文字 的这件事情 那如果这件事情 那如果这件事情 你就要想到一个函数 对 这边就有了 str str 就是转型为文字的函数 很简单 只要在这个变数外面再夹一个str 就过关了 会把str tr 前刮弧 然后后面的话加一个后刮弧 应该可以懂吗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反正常错都这些 所以如果你这些观念都正确的话 其实以后 不过 一样 如果你实在不会贴到charge p 请他帮你除错 他会自己帮你除错 OK 当然如果简单的 你每天都一直烦他 他也觉得 他该不会哪一天突然跳出说 这么简单你也不会 我应该是不会 因为之前我是 今天有些同学 他那个城市非常冗长 他这很冗长的城市贴 但是快要把charge p搞疯了 因为charge p一直丢一些城市回来 他又贴 那贴错了他又给他贴 一直贴 一直贴 跑到好像 快要当机的感觉 OK 这边其实蛮简单的 好 那我们来序一下 应该OK的执行一下 这边输入90 Enter 好这样就没问题 有没有 等于是说在刚刚的城市前面 再加一个转型 OK 那其实你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把城市 写的这么复杂 因为这个地方感觉好像 又一个成绩 一个转型 然后要串这个 那这个这一串叙述里面 其实就是有两个字串 再加两个变数 所以如果假如呢 其实两个以上 两个我觉得可以不用用format 所以如果假如以这一句来看 你要把它转成什么 用format来写的话 我觉得具有一点优势 但是以后如果你有三个 四个五个更多的变数 那强烈建议你用format 怎么format怎么改 我改也会看 改的话呢一样 我就先把这一行 复制到下面 然后我把这个前面这个 加一个景字 因为我保留秀的 下面我改 如果你要改成format来写 第一个前面加一个小f 然后呢把要串接这个符号 这个都不用 也就是只要保留前后的双引号 前跟后就好了 头跟尾 那你说中间的变数 不用加号怎么做 很简单 只要加大瓜糊就可以了 大瓜糊中间呢 就是把这个变数直接放进来 有没有 所以成绩冒号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变数 那你说老师要转型吗 不用 所以format的优点就是说 完全不用考虑到形态问题 这一点就差很多了 不然每次他想说 到底他是数字还是文字 对不对 ok 所以光这一点 不过前提就是你的变数数量要多 ok 那底下这个gram的话 就也不用串接了 不用加什么 就直接把它改成一个大瓜糊 记得喔 里面直接把那个变数的名称 直接丢到大瓜糊里面 这样子就达标了 ok 应该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ok 那这个我觉得好像 因为翘里比他要解释的很清楚 可能没有办法 所以我这个地方 会比较特别讲一下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你学会以后应该就会 知道自己怎么变通 至少要知道变通 不然的话我看翘里比 可以 应该也就一直跑 一直跑 ok 最后的话呢 改完之后呢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不转型的话 直接加一个小的F在最前面 然后呢把这个变数就放在大瓜糊 那前提记得前面这个小的F一定要有 那这个小的F实际上就是format的一个function的简写 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写法 ok 这种写法只适合在Python 你如果在其他的语言没有这样写法 ok 试一下 执行一下 执行 那一样把它输入90分看看Enter 有没有 结果一模一样 但差别的话就不用管到资料形态 所以用这个格式化的写法 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不用管形态问题 这个可能就斟酌一下 以后如果你的变数数量越多 越是需要用到这样的写法 请各位试一下 应该这个的话 请各位自己稍微记一下 ok 好 那这一题大概就先到这边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 后面有BMI 所以 待会请各位试试看BMI